我追星成功了 但并没有完全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我见到师团的时候 我还不是他们的粉丝 哭死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被安排去某个观影团现场 检票的时候就隐约听说 有时代少年团就要入场 而当时的我 心中毫无波澜 甚至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我知道了 别骂了 我也很后悔 其实当时知道师团 也知道比较糊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会入坑 由于师团的影响力 还是要拍一斤素材 回去交差一等 我在台下 望着上面 黑呀呀的一片 这都谁呀 镜头对半天才发现 一个都没有对准 经高人之间 我才终于拍了一些片段 故事并没有结束 散场后 我整理的比较慢 就在这时 师团下来了 他们从我的面前 就在我的面前走过 就是这么近的距离 我看清楚了每一个人 就这么短短的几秒 我对他们的兴趣被封 其中宋亚轩更深 因为他好可爱啊 就是特别单纯 好软的样子 总而言 这都是后话了 他们走了之后 我一个人走出影厅 一边走 一边在手机上搜索 时代少年团 我跟他最接近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距离 只有0.01公分 我对他一无所知 六个钟头之后 我哭啊 好欢迎订阅